明年就要退休的40年 護理工年 都在兒科 在心臟兒 所以我覺得還是挺有意義的 我們這個病人是 29號心臟手術 這個手術比較大 手術主要是有出血 血壓一直維持不好 現在可以 現在已經穩定了 所以說整個五一節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圍著它 都沒辦法收拾 給他輔助一下 他就很安靜 能夠促進他的神經發育 特別是這些早產兒 以前跟媽媽是分離的 更多的給他一種安撫 像這個病人 現在已經是恢復起了 病情比較穩定了 那我們就讓他趴著 預防他衛食管反流 另外一個 鍛鍊他背部的肌肉 讓他抬頭 還有一個 他四肢會運動 對他的整個神經發育 也是有好處的 我們就是要救活他 還有一個 以後的生活質量要好 那這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他吃完了就在睡覺了 挺好的 所以你看我們跟這些小朋友 我們還是會比較開心的 而且他主要是蒸蒸日上 一點幾公斤長到二點幾公斤 所以你會覺得還是比較欣慰的 其實早產兒這個群體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 所以我們有早產兒微信群 我們都會時不時的看一下群裡面 他就會問什麼病 那我們有時間給他講是怎麼回事 那你要找誰或者怎麼樣 就像朋友一樣 雖然說久了真的都不認識 但是感情還是在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很多情 都沒有給他解散 病人 病人家屬都很認可我的情 那我們就覺得還是有幸福感的 ENGcat 你也不忘了 那你要忘了 這生日是每一天